这个视频我来讲一下如何利用动量守恒定律解决多物多过程问题 这类问题其中设计的过程看似非常多非常复杂 但是咱只要利用动量守恒就能很容易的解决 比如下面这条例题 AB两船的质量均为M都静止在平静的弧面上 现A船中质量为M的人 以对地的水平速度V从A船跳到B船 再从B船跳到A船 经N次跳跃后 人停在B船上不计水的阻力 把B船和人看作一个整体 那么A船跟B这个整体的动量大小 速度大小和动能之间都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问题如果先分析A船和人组成的系统 用动量守恒计算之后 再分析B船和人组成的系统 再计算 就这样下去分析第二次第三次 直到DN次 那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并且你这样去算 就把动量守恒定律的优势也给完全埋没了 对于A船 B船和人组成的整个系统 从一开始到最后结束 水平方向上都不受外力 咱考虑整个过程的动量守恒 就根本不需要考虑中间的细节 这才是动量守恒的最大优势 那么咱就列势分析吧 既然这些字母都表示大小 也就都是正值 那么列势的时候就要记得加正负号 设置后A船的方向是正方向 系统出动量就是零 结束状态 总用量就是PA-PB 它们相等 PA就是M乘VA PB是人和船B的整体 质量是2M 速度大小就是VB 这样PA等于PB VA等于RVB 最后来看动能 之前咱知道 动能跟动量有这个关系 因为它们动量大小相同 动能正好跟质量乘反比 A船质量是M B船跟人的整体质量是2M 所以A船的动能 就是B船跟人整体的R倍 这个例子中 咱完全没考虑中间过程 但是有些问题就不得不考虑了 比如这个例子 两块厚度相同的木块A和B 紧靠着放在光滑的水平面上 质量分别为MA等于0.5千克 MB等于0.3千克 它们的下底面光滑 上表面粗糙 另有一滑块C 可视为质点 质量MC等于0.1千克 以VC等于25米每秒的速度 恰好水平的滑到A的上表面 由于摩擦 滑块最后停在木块B上 B和C的共同速度VB 等于3.0米每秒 咱来求一下 木块A的最绒速度VA 和滑块C离开A时的速度VCPR 这个过程比较复杂 咱们仔细分析一下 首先在如果把ABC当作一个系统 由于地面光滑 所以在水平方向上 系统不受外力 整个系统动量守恒 当C刚达到A上时 以摩擦力带动A和B运动 A和B的速度一直相同 直到C离开A 到达B的瞬间 这时C的速度就是VCPR A达到了最终速度VA 此时B的速度也是VA 之后AB就分离了 A就以这个VA做匀速直线运动 C在B上 由摩擦力继续给B加速 直到二者速度相同 达到VB 咱先来求VA 从这里开始 一直到最后 A的速度都是VA不变了 但是咱注意 此时的VCPR还不知道 而末状态的VB却是已知的 初始状态也是已知的 所以要求VA就得用全过程的动量守恒 以向右为正方向 初始状态 C的动量就是MC乘VC AB动量都是0 结束状态 A的速度是VA乘上质量MA 就是它的动量 B和C共同速度VB 乘上总质量MB加MC 就是它们的总动量 加下来就是整个系统的动量 出没动量相等 解一下这个方程 VA就是这样 这些数据都一致 你自己带入算一下 结果就是2.6米每秒 这样VA求出来了 就可以求VCPR了 这时就不能再看全过程 只能分析这一段了 也就是从AB刚要分离 一直到最后结束 分析BC组成的系统 因为已经与A分离了 所以它俩水平方向不受外力 动量守恒 刚分离时 C的速度是VCPR B的速度还跟A一样 是VA 分别乘上各自的质量 就是这个过程的系统出动量 结束时 它们的总动量 就是总质量乘VB 出没动量相等 解出来 VCPR就是这样 VA咱已经算出来了 其他的都是以质量 你自己带入算一下 结果就是4.2米每秒 这就算完了 总结一下 这次咱就讲了 用动量守恒定律 解决多物多过程问题 你就记住 如果有的题目 能直接使用全过程的动量守恒 那你就根本不用考虑中间细节 如果要你计算中间过程的某一个量 那你就必须分析中间的过程了 怎么样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快刷题去吧 下座站了吗 满达的 渡达的